哎呀 你看我身后有那么多的叔叔阿姨都支持着阿妹 那我也要肯定要好好的 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加油 好好生活 不要让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失望 对不对 我也希望不要让直播间 我也不希望阿妹让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失望 但是明哥他在开车的话 我这样子打电话不好 哥姐叔阿姨们 我这样子打电话不好 他在开车呢 我打电话的话 分散他的注意力 这样子不好 哥姐叔阿姨们 不会的不会的 他们都不认识明哥 他们都没见过明哥呢 没事的各位帅们 你们不用担心了 没有没有 各位帅们 他们不会不会那样子的 他们不会那样子的 你们放心吧 但如果我现在给明哥打电话的话 会影响到他开车的 他明哥他现在在开车 知道吧 电话就不要打了吧 哥姐叔阿姨们 你们看现在 如果我给明哥打电话的话 他在开车 又会打扰他的 他会分散他的注意力 的哥姐叔阿姨们 不能打电话 是吧 对呀 他在开车 看着 不能打电话 对呀 他在开车的话 他去拿那个电话呀 那些接电话那些 害怕 害怕分散他的注意力 这样太危险了 哥姐叔阿姨们 不好 对呀 明哥是从城里来的 对明哥 他是从城里来的 奶奶困了 去休息吧 奶奶 要不你去休息吗 但是 奶奶 他肯定是想等明哥来的呀 明哥他 他知道明哥要来 他肯定 不会先去休息的 他是肯定 想等明哥来了 再去休息 开车的话需要一个多小时呢 那个 因为 明哥的话 他刚刚说 他在那个下面的 小镇上的 小镇上上来的 小镇上上来的话 开车的话 开车的话 而且明哥他刚刚 玩的开车 开的挺快的 他比较着急 就是说一个 一个多小时 一个半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 就上到了吧 但是如果是从县城上来的话 那就有点远啊 县城的话 就两三个小时 但是这个 那下面的小镇的话 就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 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样子 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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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信开车 对的对的 哥哥姐帅们 正能量正能量 对呀 你看现在 有好多的哥哥姐帅们 都觉得阿妹正能量 都在打正能量 你们看到没有 都支持阿妹 都觉得阿妹正能量 哥哥姐帅们 哇 奶奶你看 他们都觉得阿妹很棒 他们都觉得阿妹正能量 你看他们都在打正能量呢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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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喜欢我们 谢谢你们 喜欢我们 谢谢 会不会是明哥 陪伴说的镇上 可能是从城里来的 对呀 他 他那么久了 他不会是从那个 城里面来的吧 都那么久了 那个奶奶会不会 鼓住明哥 不会的 不会的 哥姐帅们 不会的 可能是从城里来的 对 明哥他应该是从城里面来的 所以说时间久了一点 那两个邻居走了吗 对 他们走了 他们回去了 你们放心吧 放心吧 个人筛满 别打电话 应该快到了吧 对呀 我就是害怕说 害怕说我现在打电话的 害怕打扰到明哥他开车 害怕他分心知道吧 是回去了 哥姐帅们 是回去了 不能打电话 我怕明哥开车快的话会分心的 对呀 我就是害怕会 我就是害怕会分心 明哥有人开车 明哥平时我 他一般都是自己在开车 他是自己开车 他们不知道的 哥姐帅们 他们不知道明哥的那些的 阿美说话 做事要果断 不要扭扭捏捏的 要大胆 好好好 好的 别着急 慢慢等吧 对呀 不用着急 哥姐帅们 不用着急 你们这样子说 我都慌 没有没有 他们俩 刚刚都说了 说回去了 有人给他们 打电话 说回去了 没有 他们刚刚说了 我都刚刚 他们在外面 我都听到说 去吃羊肉 我都刚刚都听到 他们说 去吃羊肉 我刚刚听到 他们在外面 就是走过去的时候 我听到他们说 去吃羊肉 那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那我打电话问问吧 那我打电话问问吧 你把他打电话 还还说 我打电话 明哥 哎 你到了没呀 呃 还有十分钟 哦 哦 直播间里面的各个姐姐们都挺关心你的 让我打电话问一下 哦没事没事 十分钟十分钟就到了 应该差不多十分钟 哦好好好 你不要着急哈 好好的好的 那个人还在不在呀 他们走了 我刚刚听到他们说去吃羊肉 好的好的好的 那你自己聊一会啊 我马上上来 好好好好拜拜 没事哥哥帖们 他还有十分钟就到了 还有十分钟就到了 多长时间没播了 哥哥帖们阿妹都好 长时间没有给你们直播了 都很久了 没事就好 对的没事没事 好几个月没看到阿妹了 对呀 直播间里面的哥哥的帅们 你们就是阿妹在没有直播的时候 你们想不想看阿妹呀 想不想看阿妹直播呀 想不想奶奶 想不想阿妹呀 你们想不想阿妹 想不想奶奶呀 想呀想都想是不是 奶奶我们也想你们 我们也想你们 阿妹在没有直播的时候 阿妹跟奶奶也很想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 也很想你们 也很想你很想你们 我问一下直播间有没有第一次看阿妹直播的呀 有没有第一次看阿妹直播的 我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看阿妹直播的 之前都没有看过阿妹直播的 有没有有的 我看一下有没有 都是老粉吗 有 有是不是 哇还真的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哇 还是有很多的呀 有那么多人今天是第一次看阿妹直播呀 刚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第一次看阿妹直播的 扣个一 原来有那么多人呀 哇 我都关注你好几年了呀 是不是 谢谢谢谢谢谢 哇 哇 既然有那么多人都第一次看阿妹直播 阿妹我预约了你明天的直播 谢谢谢谢 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帅们预约阿妹的直播 刚刚没有直播 就是刚刚没有预约直播的哥哥帅人们 可以点点阿妹的预约 以后阿妹每天都给你们直播哈 以后阿妹每天都给你们直播 只要不去干农活呀 只要有事情呀 就是不要 只要没有事情呀 我都会给你们直播 那你们第一次看阿妹直播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们不见不散 我都关注了一年多了 谢谢谢谢你们 我只是没有请我关注 哦 关注一年了 谢谢你们 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叔阿姨们 我都困了 都困了是不是 哥姐叔阿姨们你们都困了 是不是你们平时休息的很早吗 我第一次看你在你挖竹笋的时候 是吧 有好多哥哥姐叔阿姨们都说是在挖竹笋的时候看的 就是 说这些阿妹的 明哥快到了 各位先生们 明哥快到了 应该还有几分钟 应该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阿妹关注你一年多了 谢谢 梦想一米 那个梦想一米 是不是梦想一米呀 那个我也 我都我都眼熟你了 我都眼熟你了 你经常 我我都知道你经常看阿妹直播的 只要阿妹一直播你都会在公屏上面打字 还有那个夜梅花也是 夜梅花也是 夜梅 夜梅花也是 我知道她是经常看阿妹直播的 因为阿妹只要一直播 那个梦想一米呀 夜梅花呀 都经常在阿妹的直播间打字呀 对芙蓉花也是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晚上迷路的一晚上对呀 都是好多人都是在那个时候认识阿妹的 阿妹别管别人怎么说 谢谢你们 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一直支持阿妹 一直关心着阿妹让阿妹阿妹大大方方的做自己 让阿妹大胆的往前走 因为阿妹觉得现在的话我觉得也有人 有人在背后支持我有人在做我的底气 你们就是阿妹的底气哥姐叔叔阿们 你们就是阿妹的娘家人 嗯 我认识你完了 早几年就让你做儿戏 是不是 哈哈 是不是呀 夜梅花你是阿姨还是叔叔呀夜梅花 是叔叔还是阿姨呀 阿姨不复这直播间里面叔叔阿姨们的希望阿妹一定会努力走出大山 阿妹要自信 阿妹现在这样就对了是不是 不是我特别我特别喜欢你阿姨 谢谢夜阿姨 谢谢夜阿姨 谢谢梦想一米 谢谢梦想一米 谢谢你们 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对阿妹跟奶奶还有明根的支持60多了 哇阿姨你那么你你现在60多了比我奶奶要小阿姨你要现在这么晚了你要早点睡阿姨 阿姨你要早点休息阿阿姨你要早点休息阿阿妹加油 一起加油吧一起让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跟阿妹跟我们一起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好 农年大吉各位帅们农年大吉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奶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的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农年大吉 我是阿姨60多了哇一山平安你也是阿姨你都你也是60多了呀 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就帅吗哇这里也有一个60多的哇 直播间里面的我都可以叫你们就是爷爷奶奶了你们跟我的爷爷奶奶就是跟我的奶奶差不多呀 叔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要早点休息啊你们也早点休息啊你们也早点休息快我快70了嗯你都你都快要跟我奶奶一样了呀 哇啊哇阿妹 阿妹你的终生大事一定要自己做主好的各位帅们我一定会想清楚一定会考虑清楚的这个毕竟不是什么小事情对不对 我是阿姨快70岁了哇阿姨 都70了呀都快跟我奶奶一样了各位帅姨们 叔叔阿姨们你们要早点休息啊 是你忠实的粉丝 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 阿妹你的美 还没有来呢 还没有来 60了 哇塞 哥哥姐姐帅们 你们要早点休息啊 你们要早点休息啊 你们看 你们不要为了阿妹 看阿妹直播 就一直看 你们要早点休息啊 哥哥姐帅们 你们要早点休息 你们想看阿妹直播的以后 阿妹只要一有时间 肯定会 肯定会给你们直播的 哥哥姐帅们 说帅们 阿妹只要一有时间 肯定会给你们直播的 看现在都那么晚了 你们就早点休息吧 哥哥帅们 你们都给阿妹点关注没有呀 这上面 你们都给阿妹点关注没有呀 我75了 我在等你 哥哥 哇75了 跟我奶奶差不多一样呀 我奶奶70 现在76了吧 76 奶奶现在76了 你们就相差一岁呀 哥哥姐帅们 你们都差不多跟阿妹的奶奶一样呀 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帅们的关注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帅们 直播间有一万多人 大家要 看阿妹的 心上人 上衣 是不是 我们十二点在睡的 啊 你们睡的那么晚呀 我是一位蒙古族的阿姨 哇 我们都是小数民族阿姨 我们都是小数民族 我们都是小 小数民族 哥哥姐帅们 我们都是小数民族呀 但是 56个民族一家亲对不对 我 清闲时光 今天我第一次看你直播 那你那你给阿妹点关注没有呀 清闲时光 我是韩国人 哇 韩国人 是外面 外 是我 是韩国人 是韩国人 那 离我们这边应该很远吧韩国 那韩国应该离我们这边很远吧 对阿妹喜欢看你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喜欢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对呀对呀 直播间肯定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在中国定居 哦 哦 那还好 那还好 那 那在中国的话都是 就跟自家人一样 离得应该很近 韩国在我们东边 哦 东边 东南 是不是 嘿嘿 阿妹分不清楚 奶奶阿妹晚上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晚上好 晚上好点 晚上好 新年快乐 晚上好 新年好 新年好 直播间里面的哥里帅们 你们都预约明天的直播了吗 你们想看明 你们明天想看阿妹直播的 都点点预约哈 都点点预约 都点预约 祝奶奶身体健康 也祝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身体健康 你预约 谢谢 谢谢 你预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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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开雪 是不是 你们那边下雪了吗 各位帅们 你们那边下雪没有呀 你们那边下雪了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下雪呀 有 那没有下雪的 你我早知道我就应该邀请你们到我们南方土 南方土豆的地盘来 在南方来看 看看我们这边的雪是怎么样的 我在南方没下雪 那我们这边下雪了呀 各位帅们 我们这边下雪了 南方小土豆 没有下过雪也没见过 啊 你们都没见过呀 我们这边的雪下的可厚了 可冷了 我是北方人 阿妹的会是南方小土豆 今天上次明哥 明哥还明哥还叫我说是南方小土豆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后面他给他他给我看了个视频 我才知道 我上次明哥他我俩去开水的时候 他喊我南方小土豆 阿妹 阿妹 明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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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了呀 雪没来啦 奶奶 直播间里面各位帅们明哥到了 哎呀 雪没来啦 好久不见奶奶 嘿嘿嘿嘿 到了到了明哥到了 奶奶又精神了 嘿嘿 奶奶一直在等你呢 他说要等你来了才去休息 奶奶不困吗 哎呀我对你你也不来 哈哈哎呦 我想你想想我啦 哎呀奶奶 嗯 到了到了 大家晚上好 哎呀 奶奶你去睡觉吧 你困了的吧 啊 去睡觉吧没事没事 哈哈哈 那那奶奶你去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 不去吗 那那那好 那你坐一会儿 晚上好晚上好啊 这边人帅妹 哎呀 哎呀 直播间里面的各个女生们都很关心你的 一直说给你打电话问问你 呃 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阿妹 我刚刚骗你的 我我是从 群里面过来的 哈哈哈哈 啊 怪不得用了那么长的时间 啊 我刚刚看到那个人 那个人在这儿 我就 我就有点 我就有点那个 他他最要给你介绍对象介绍谁呀 我都 我也不认识的 他说是个35岁的 然后带两个孩子 35岁带两个小孩 对 那那肯定不行呀 这不见你们说这不见帅妹你们说行不行啊 让阿妹嫁给35岁的你说可能吗 对不对 这不见帅妹你们说行不行行还是不行不行的打个不行怎么可能让阿妹嫁给那肯定不行对不对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直播现在所有的事帅们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红红火火龙年大吉龙年大吉 你去哪呀 我去给你 找个水喝 找个水喝奶奶 哎哎呀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我嫌你了 啊 哎 明哥阿妹有事瞒着你 阿妹有事瞒着我吗 阿妹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直播人帅妹 阿妹有什么事瞒着我呀直播人帅妹我不知道呀我刚刚到 你的意思年龄相当就该同意吗 也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35岁那肯定不行呀对不对 肯定不行呀对不对 你妈妈给他说的话说的什么话呀 阿妹阿妹我刚刚有个人说阿妹他有事瞒着我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你这个没电了这个 哎呀 表白 不是这边帅们我觉得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得你妈妈给他说了一些话是不是 真的吗这边帅们 说了我妈妈我妈妈给谁说给阿妹 你们怎么知道阿妹见我妈妈了呀 阿妹他是不是跟你讲啊阿妹是不是跟你们讲阿妹他过年的时候去我们家玩奶奶你坐过来没事没事你坐过来 我听阿妹说你过前两天去你们儿子那边去过年了是不是 嗯是 哎呀叔叔他们都还好吧 好小叔他们都 挺好的对吧 挺好挺好的哎呀好好好阿妹说的 呃你你你妈妈给阿妹说你们不适合 有吗有这样的事吗这边帅们 有没有有的打个有 我妈妈有跟阿妹说我们啊我跟阿妹不适合的话吗有没有这边帅们 我怎么一点我怎么我怎么不知道呀 我不相信哦 我妈妈还多喜欢阿妹的 有的打个有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呀 啊 有吗叔爱吗有我看他们 不可能吧 那天那天是这样的呃 过完年我看是初初二还是初三我跟阿妹我我要讲因为奶奶她去奶奶她去她呢 她的儿子那边去过年了吗 所以说呃阿妹我就邀请阿妹就去我们家吃饭吃饭 然后那天我临时有事我就去接了个朋友啊阿妹在我们家吃饭 我回来的时候阿妹就有是不是我回来的时候就阿妹又不在了 阿妹就没在我们家了然后我妈妈跟我说她说阿妹回家了 你啊我妈妈到底给阿妹说什么了阿妹有没有跟你们说呀 你妈妈你妈妈觉得你和阿妹不适合 我妈妈是不是我妈妈不可能吧我妈妈当时还多喜欢阿妹的 直播间帅吗真的有这回事吗真的吗真的真的大哥你们真的我看有多少人 哎呦哎呦你们不要吓我 如果是真的的话你们抓一个印我看一下是真的的话你们抓个印我看一下 哎呀我现在奶奶你看一下我的正 сог 我现在很快 真的 不可能吧 真的话你们扣个一我看一下 奶奶不可能 我妈妈明明很喜欢阿妹的 他们说 他们说我妈妈现在不喜欢我跟阿妹在一起 奶奶 你说你知不支持阿妹我们两个在一起 嗯 支持 支持吗 我支持 我是 我的阿妹是嫁给你 我想你的 你想让 你想让把阿妹嫁给小明是不是 对啊 对啊 我也想我也想要不嫁给别他 不不嫁给别人是不是 是啊 我也是异性 我奶奶我跟你讲啊 是这样的 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阿妹的 嗯 但是呢 呃 因为我知道阿妹他的思想比较保守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不敢挑明把话挑明了 嗯 奶奶知道吗 但是 但是我想慢慢的 但是直播现在直播人帅他们说 呃 他们说现在我们我妈妈 我妈妈说阿妹我们 你妈妈说 阿妹我们两个不适合 我觉得我妈妈肯定没有说这样的话 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天确实我回去的时候阿妹就不在了 啊 我我我妈妈我妈妈说阿妹有事 她就先走了 我后面的后面那两天我也没有联系阿妹 阿妹他 阿妹他就 呃 因为我那边我那边呃 我不是前段时间辞职了吗 我现在在跟朋友一直在弄一个新的公司 然后呢事情也比较多 然后正好也过年嘛 我就也接待客人啊 那些 所以说我就没有连是阿妹 我就没有连是阿妹 所以说我现在 有个人 有个人 邻近支援 接了个接通了个电话 我接一下呢 这个什么情况 喂 啊 哎你好 你好 阿姨 哦 我说叔叔 不是阿姨 哦 叔叔叔叔 哎呀 叔叔叔 叔叔 你你你刚刚有在看吗 哦 我一直在看 在关注你们 哦 我知道你是老粉了 阿妹他天天提起你 哦 但我一直以为你是个阿姨 不好意思 叔叔啊 不好意思 新年好 新年好 小伙子 新年好 新年好 哎 什么情况呀 叔叔 你跟我讲一下呢 哦 我是想参名我过瘾的观点 看你接不接受 那是你的事啊 哦 我还是农村里 我一直是个农村里的大叔 啊 对于农村里的人 生活方式 各方面 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是吧 像阿 哦 哦 哦 像阿妹这样的女孩子啊 也是非常全体 非常 限量 扑式的女孩 对 阿妹她是一个 对 这个我知道 阿妹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只是说 他们说 呃 那个那大叔 呃 叔叔 那那新的一年 祝你新年快乐 哦 谢谢 谢谢 啊 那我就先挂了啊 我跟他们聊一下 到底什么情况 我也不清楚 现在 你不要管 我跟你说两句话啊 不会打扰你的 好好好 叔叔 好 呃 我也是替阿妹说两句话啊 阿妹这个女孩是很好的 你许哥 真的对她 有那种感觉的话 有那种爱情的感觉的话 你应该好好待她了 许哥 没有那种感觉 你应该实截了当地告诉她 不要护卫她 小的 阿妹 叔叔 叔叔 是这样的 因为你知道吗 农村女孩的话 他们 阿妹的她的想法的话 可能比较保守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 我直接 因为我也不清楚 阿妹她对我是什么心思 所以我觉得阿妹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如果我对阿妹 没有那种想法 没有那种心思的话 我就 我就 那肯定不能来打扰 打扰阿妹呀 对不对 所以说我是想着 现在实际也不是很成熟 我想着是明天 明天 明天中午 我就直接给阿妹一个态度 我本来想着这样的 我昨天都已经来找过阿妹了 昨天不是情人节吗 我知道 我带阿妹下去玩了 但是 我本来想说来着 但是阿妹她不是很来电 我感觉 我感觉阿妹她对 我感觉阿妹她对我 就是一种对哥哥的那种仰慕 对哥哥的那种喜欢 所以说我不敢乱 我不敢先下 就是 不知道怎么去 我也是在慢慢的 小伙子 是这样嘛 我打断你的话 不礼貌 实际上阿妹 你刚才阿妹 跟我们已经说清楚了 实际上阿妹心里 骨子里是非常 喜欢你这个人的 也是非常爱你的 你不要后卫 我也可以代替他这么说 你可以问阿妹 好 好 可以 你要把握自己的职位 像我们农村里的孩子 口述性是非常大的 他这个人 首先他的心灵 非常限量的 而且他也有相机心 因为他说什么东西 他的头脑过分 我觉得他是可以的 慢慢来 如果你的家里 你对他有什么感觉 那看你的思想 你是怎么想的 怎么对待他的 是这样的 好的 叔叔 我大概了解了 我了解了 那阿妹有没有说 我妈妈给他讲了什么呀 具体 没讲什么 就是完全的跟他说 他说 你以后 对他都很亲自朋友 都对他非常的好 是这样的 这个阿妈 当独 你妈妈当独 把他叫到一个房间里去 跟他说了一句话 意思是说 他说 我只是 你给你当独 女儿 那一样的看待 就是这么点到了一下 当然阿妹呢 可能心里 一个农村的女孩 也比较是悲 可能想的比较多 心里非常难受 你连指天 又不给他电话 他心里更加不舒服 你也看出来了 阿妹 这指天 可能瘦了一些吧 你看到没有 对 我就觉得他刚刚 我昨天就觉得他怪怪 昨天我都带他去城里完了 但他都没有跟我讲 我叔叔代替他修了 虽然不是我的女儿 但是 他真正是我的女儿 不是我的女儿 是我的女儿 我会好好地带他 也会关心他 但是阿妹的阿妹他的话 他从内心里面 也是把你们当成他的亲人一样的 他一直都在跟我讲 他还是非常地不错的 也非常地可爱 他是懂得 好叔叔 那我就 那我就先挂了 叔叔 我大概了解了 好好好 好 谢谢你的支持 叔叔 再见 不 希望你好好的 进士 不小心 不小心 按到了 不好意思 叔叔 不好意思 叔叔 您进去远 叔叔 不好意思 哎呀 这个怎么办呀 我这个妈妈 谢谢叔叔爱门 我妈妈也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好的人 她对我特别特别好 从小到大 我妈妈的话她一直都 她什么事情都没有参赫 我的什么事情 但她围堵这个 女朋友这个事儿 她是我妈妈一直希望 我能找一个门当附队 能在事业上 和这个生活中 都能帮助到小明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呢 我不管 我不管我家里面是什么 什么想法 我都希望 我都会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从我内心深处 我是真的一直很喜欢阿妹的 只是我一直都 一直都感觉不到 一直都不知道阿妹 她具体是什么情况 所以说我还在 还在考 还在这个等待一个时机 知道吧 叔叔爱门 所以说 我妈妈那边的话 我肯定要去做一下 思想工作 如果有一天 阿妹我俩真的要走在一块去的话 我希望 我们两个都能够得到 得到双方家里面的支持 你们说对不对